柯文哲支持者在網路上 因為不開心不滿意 柯文哲說有可能會遭到司法檢調的羈押 以及相關多案的貪汙被告 竟然揚言說要對我本人張宇軒 要請我吃慶忌 對此我本人已經在下午正式的報案 以及將會提出告訴 而我在這邊鄭重的申告 對於這些粗言恐嚇 用威脅用暴力用脅迫的方式 想要逼人閉嘴的民眾黨也好小草也好 柯文哲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 而民眾黨如果默許這種事情的發生 他們就是背後的始作俑者 而我在這邊宣告 在之後只要還有任何的民眾黨支持者 敢說我是本人是指導自演 又或者是聲稱要對我進行人身相關的威脅 或者是請我吃子彈或者是恐嚇 我並不會在意多一兩個被告 我也不會在意多幾個被告 只要有相關的言論持續出來 我來一個我就告一個 來一對我就告一雙 絕對讓他們在司法付出代價 不要以為台灣是沒有法律的 柯文哲支持者在網路上 因為不開心不滿意 柯文哲說有可能會遭到司法檢調的羈押 以及相關多案的貪污被告 竟然揚言說要對我本人張雨萱呢 要請我吃慶忌 換言之呢是用台語的方式呢 揚言要對我開槍 對此我本人已經在下正式的報案 以及呢將會提出告訴 而我在這邊鄭重的聲告 對於這些出言恐嚇 用威脅用暴力用脅迫的方式 就是想要逼人閉嘴的民眾黨也好 小草也好 柯文哲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 而民眾黨如果默許這種事情的發生 他們就是背後的始作俑者 事實上整個民眾黨不斷的在號召 柯文哲不斷的在號召 希望支持群眾能夠走上街頭 支持群眾能夠包圍司法 就是已經做出最壞的示範 而我在這邊宣告 在之後只要還有任何的民眾黨支持者 敢說我是本人是指導自演 又或者是聲稱要對我進行人身相關的威脅 或者是請我吃子彈 或者是恐嚇 我並不會在意多一兩個被告 我也不會在意多幾個被告 只要有相關的言論持續出來 我來一個我就告一個 來一對我就告一雙 絕對讓他們在司法付出代價 不要以為台灣是沒有法律 我來不及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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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